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大陆所实施的这个贸易战是一种新冷战 这个概念是怎么来呢 他们认为当中国大陆的快速的崛起的时候 美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因为一个大国重新在兴起 其实这个大国在过去几千年来 它都是全世界最强的大国之一 而且它的历史相当的悠久 在整个欧亚大陆 也就是说在人类的地缘政治学里面 原来美洲不构成人类重要的地缘政治 也就是权力的活动中心的一部分 美洲 非洲 都大洋洲 都不构成人类的政治的权力中心 人类的政治权力中心 都在欧亚大陆发展 在欧亚大陆发展的过程中 中华帝国出现得非常的早 也就是从这个夏 商 周 到周朝的时候 我们已经看到它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 那这样的一个庞大的帝国到秦 那么继承下来 我们就看到了这样子绵延流长 在整个东亚这个地方雄聚着 所以周边的国家 不管是当时的高丽也好 或是日本也好 或是东南亚 新罗等等的 所有的这些国家 几乎都是它的这个 我们所谓的边陲国 就是它的权力的边陲的一个地方 那在欧洲这个部分里面 曾经有过几次的身衰 例如说在亚历山大的时候 希腊曾经也成立过一个希腊的大帝国 但是后来它衰败了 那么在历史上慢慢的就又回到了这个小国的时代 后来罗马帝国出来了 也在欧洲大陆形成一个巨大的权力的一个中心 这样的一个发展中 那么印度一直是南亚的权力的中心 但是它是区域性的 所以在整个欧亚大陆中 原来是人类最活跃的一个地方 但是几千年来 中华帝国一直绵延流长 而在欧洲来说的话 从希腊到罗马 然后进入中世纪 后来我们才看到工业革命 这个文艺复兴之后的工业革命 资本主义时代来临的时候 欧洲才成为世界的权力中心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美国一要而起成为新的权力中心 在欧亚大陆这个地方是前苏联成为一个权力中心 所以对于美国来说的话 它就要遏制这个欧亚大陆的一个新的权力中心 就叫做苏维埃 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那因此他们要对于苏联有所抑制 因此他们就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相对应的苏联就成立了华沙公约组织 跟它对抗 由于两个核武大国不能够直接交战 所以就进入了我们所谓的冷战时期 在这个冷战时期 一方面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跟华沙公约组织的对抗 二方面就是美国建立了一个包围权 也就是不管从北约 一直到跟中东地区的中央公约组织 到东南亚的 这个东南亚的公约组织 到跟台湾 日本 韩国等 建立各样的双边的军事安保条约 一直到跟澳大利亚 纽西兰 所建立起来的美澳 纽的军事公约 军事上是对立的 是包围的 那么在经济上也是采用包围的 所以前苏联时期 只跟他的社会主义的国家进行贸易 其他的贸易的比重就相对的减少 美国就跟非洲 跟拉丁美洲 跟亚洲大部分的国家进行贸易 好 但是 现在的情况是有所转变了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快速的崛起的时候 中国大陆记起了前苏联的教训 所以中国大陆是走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它的经济拥抱全世界 因此中国大陆现在目前是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国 它在凭准购买力方面 它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世界第一大的经济大国 虽然人均所得还少于美国的人均所得 虽然以现行的汇率来说 美国还是大于中国的这个GDP 美国的GDP还是大于中国的GDP 但是我们强调 以凭准购买力来讲 中国大陆早就超过美国 换言之也就是说 只要是物价相当的话 中国大陆的经济体就比美国的经济体还要大 在这样一个情形下 中国大陆是世界第一大的贸易国 第二个 中国大陆的品种购买力超过美国 第三个 中国大陆的民生科技的能力 例如说我们看到了 大飞机也能够制造了 在中国的一段时间 C919就能够得到国际四航证了 所以中国大陆也能够生产这种中型的这种大飞机 那C929也已经进入研发的一个阶段 高速铁 还有就池湖的列车我们已经看到了 池轩湖600公里的已经突破世界的纪录 那中国大陆拥有完整的知识产权 这样的一个运转已经开始在实行运转 汽车也能够制造 中国大陆造船的顿位的总量数跟速度之快 也稳居世界第一 换言之也就是说造船的技术 造飞机的技术 造车的技术 造铁路的技术 以及各种民生工业的技术 中国大陆的工业体系是完备的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话 美国想要发动这种新冷战 要用北大工业组织来去对抗中国大陆 这点基本上来讲 北约相关的国家也都做不到 也不愿意做 所以用军事来围堵中国是不可能的 因为中东的军事 东南亚还有东北亚 也都不会把中国大陆视为一个威胁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话 要用军事力量对中国大陆形成包围 已经做不到了 因为中国大陆一带一路已经打通了 欧亚大陆的交通的这样的一个动向 因此军事上围堵中国不可能 贸易上美国目前来讲搞的这个单边主义 这个提高关税已经在全世界引起了公分 所以中国大陆成功的争取到 例如说东北亚的反对单边主义 追求自由贸易体系 跟欧盟也已经速度在加快 反对单边主义 追求自由贸易体系 也在加速这个联合国的WTO的一个改革 我们也看到了 中国大陆跟非洲的经济贸易稳居世界第一 中国大陆目前在跟亚洲的贸易 以及跟拉丁美洲的贸易 急速的在增长中 中国大陆成为亚洲经济的一个火车头 也成为一个整个全球经济的火车头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美国妄想要发动所谓的冷战2.0 我觉得时机已经错过了 不可能了 如果一带一路继续的成功的发展 美国将会成为一个海岛国 美国本来就是一个海岛国 但是当美国没有纳入一带一路的发展的时候 欧亚大陆的经济恢复它过去的荣光 欧亚大陆将又会回到过去的权力政治中心 这样的情形下 美国是远离欧亚大陆的 欧亚非三块大陆结成一块 美国跟澳大利亚等于是在边陲了 我相信冷战2.0是做不到了 第二个 地缘政治的权力中心跟边陲中心 已经画得很清楚了 欧亚非是地球未来的新的权力中心 美澳是权力中心的边陲的地带了 新闻也可以这么看 我是赖月谦 我在无色觉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